AG夏季赛自留签是不是真的给错人了 极光和莫冷到底谁更适配现在的LG 就在昨晚LG2队深夜五排撞车自家清训奥特曼车队 极光携手湖神星光小春却意外翻车 极光阿黎更是打出1-7的超轨战绩 夏季赛外界关于极光的言论都是这个选手很稳 生存拉满有点不敢输出 偶尔想上去秀就容易出现暴毙 那么极光真是如同外界说的这样吗 这局对线清训射手莫冷让我们来看一看 极光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像环节极光看到对面的阵容不一般 应该是撞到了 来到线上极光开启狂暴和莫冷黄中对点 最终占据血量上的优势成功拿下河线 随后中路清完线赶来支援三人月塔打出莫冷闪现 让其撕血逃过一截 眼看敌方还想打一波突然袭击 极光剑撞立马集合队友进行反击 鲁班大师当场被集火瞬间变了一盒饭 时间来到两分半 上路兵线禁塔没开二度三人再次针对黄中 但终究还是小瞧了防御塔保护机制没有第一时间秒掉莫冷 导致张飞扛塔致死而极光也没了退路 抽象抽象抽象两只提前脸上 复活后极光在线上又因为拉式也被王昭君蹲倒 以至于意识到不对此事已经成了冰雕再次回泉水泡温泉 好在小春帮极光抓了一波黄中才不至于对线气彻底裂开 本以为局势好了起来却不承想这局游戏极光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五分钟双方换节奏极光开始接管红野区 眼看正面团战一触激发张飞也喷到了敌方两人 极光剑撞立马想要跟输出不料刚进场却吃了万吨伤害导致被马超收割 等到九分多钟几方凭借稳健运营已经把清讯队逼到自家二塔 小春侧面杀进去切掉黄中正面极光配合胡神也收掉了赵怀珍 前期还唯唯诺诺的极光现在也开始主动出击 想要操作马超不料在关键时刻鲁班大事赶来却再次出了意外 陷入逆风后极光还是想着找机会把局势搬回来 开启狂暴和黄中对点却发现已然不是其对手 残血状态看到赵怀珍也是没有意外的意外被狠狠打下 复活后看到队友接连倒下极光也遭受到了疯狂折磨 来到最后一波 双方为了争夺暴君展开了激烈斗争 几方因为队伍脱节导致极光还没开始输出 队友开始接连倒下 最终极光只能拼死一搏势必要打出气势 也是没有意外的意外被轻讯队打了波团灭从而输掉比赛 最后大家看完这场比赛 大家觉得极光目前和S组顶级射手到底差在哪里